以下这则新闻要提醒怀孕期间的妇女一定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以免对胎儿造成影响 因为丹麦有一项研究发现了怀孕32周以前 假如孕妇是有感染流感 而且连续发烧7天的话 这小孩比较容易自闭 而罹患自闭症的几率是一般小孩的三倍 另外台大也研究也发现了孕妇的压力如果比较大的话 生下来的小孩也比较容易有冲动的倾向 孕妇不只是一人吃两人补 就连不小心迷幻流感 很可能会对小孩造成影响 丹麦的研究就发现了 孕妇如果在怀孕32周以前 发烧超过7天的话 小孩子罹患自闭症的机会会比一般人高出三倍 不过真正的击转是什么事实上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环境中有这么多的物质 在很多人身上都可以量得到 可是事实上它真正的击转 还要把这些物质都放在一起 还有待理清 这项研究也指出 9个月妊娠期间 孕妇的免疫系统通常比较弱 发烧和自闭症的关联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孕妇不用过度恐慌 而另外一项台大的统计结果也发现 孕妇产前如果工作压力太大的话 孩子在出生之后容易有冲动的行为 发现这些小朋友比较容易 之后长大会有注意力不集中 或这些的神经发育的一些问题的倾向 因此建议怀孕妇女不要过度累积压力 应该好好放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